CSI 一些結構的意識會在裡面 舉一個例子 有些人是線會斷掉 這邊有個零件 我們在畫的時候 我會先把帽子 它的形體畫出來 先把它的CSI歸納出來 假設我這邊是 歸納完之後 是用擦除的方式去擦除 你要補上的結構 這邊再補一個C線 然後在內部結構 是這樣子畫的 有同學是 像這樣 然後這邊有東西擋住 這裡的結構就會出問題 它的帽子 你可以說它可能 它這樣子折進來 可是這會不會太有想像空間 一比戴完之後 然後再去做擦除 再畫上去 一步一步做 再來很多人的問題是說 假設這一條好了 這一條 我不知道它應該是要什麼線 這時候你可以先做一件事情 測試 我先畫直線 I線 這個形狀可以 那就可以 但是它最好的處理方式就是 C線 因為它裡面還有結構問題 或者是它原圖本來就這麼做 那我們需要的是做判斷 去做歸納 你可以自己握拳 我握拳 看一下它可能有連人腳腳 可是作者沒有這樣畫 那我們在畫的時候 我可能想要它是直線 因為我可能覺得 有一些曲直 做對比 看起來 我覺得好看 它圖形好看 我就這麼做 這時候我們去補內部結構 只要它合理就可以 但是像這一個曲線 它已經很明顯跟你說是曲線 那請你就不要歸納成直線 這個就差太多了 你可以簡單做一下變化 你要自己稍微判斷一下 這裡我要C線 這裡呢 可能給它I線 我通常 我在一個圖形上 我會有讓它有曲有直 看起來會比較舒服順眼 你即使它只是微微彎曲的曲線 我可能就把它歸納成直線 或者是它有點一點點有偏向I線 可是我讓它有點微彎曲 只要在基本的同行結構上 不要出現太大的問題 試著自己去歸納 對然後像我現在就是畫 像假設我現在畫完 我要整理我的CSI 那我每一筆點對點 你要先下筆判斷 點對點你要放哪裡 即使是很小的地方 我也都是CSI 你CSI用筆方式 都是這三條線在思考 你的畫面才會整 那這邊可以看到 我在畫這個羽毛的時候 我其實是先畫一個C線 然後我先不要去看它的細節 我在內部結構 在畫的時候 再把細節補上 不用執著說 我一定這個起起伏伏 一定要你某的一模一樣 你可以做一個歸納 請你CSI 同時要思考一些邏輯 就是它的 它適不適合 它原本這麼曲的曲線 你給它歸納直線 這個就不對了 比較常發生的也有像 這太囉唆了 它圖形感就會遺失 當然有人會說這個好看 可是 你要做的還是做歸納 你圖形 圖形感 先做一個升級 並且你可以 自己歸納出一些 拳頭的形狀 那你下次畫的時候 可能大概藉這個形狀 就可以自己畫一個拳頭 然後再補上一些結構 那很多人 它是練習一次抓到位 就是你邊畫的時候 邊要整理CSI 都是準度也要顧到 這個比較難 我旁邊有圓圖 我現在畫是從一個空白開始 空白開始 我就在歸納我的CSI 你的東西很容易就斷掉 線會斷掉 因為它會有一些遮蔽物 像有點遮起來 你這邊就會空下來 所以我們盡量是 做完這個抓形完 再去練習CSI 直線多邊形 三級形 做完再去CSI 你可以分一下就是 CSI這個課題 你先放到另外一邊 然後這邊是我們說的準確 你的心體 它看起來不會是分崩離析的 這個就真的差太多了 我們先把它準確要求到位 至少你的東西 看起來它的形體 有70%是準確的 線段的斜率 它原圖可能是這樣子 這一點點拼測 都還算合理範圍內 那我們先要求 你可以70% 所以我們抓形 先把它準確練到位 那準確的抓形裡面 就有123級形嘛 這個是在這個項目下的 就是抓形 那CSI它是一個用比方式 或我們說明白一點 它就是要成為你的習慣 那如果說你在練抓形 可以同時有意識到你的CSI 當然是最好啊 大部分同學他的準度 都還沒辦法顧到 他還要顧CSI 這個難度會比較高 所以會建議說 你如果說要練CSI 你可以額外給自己的課題 自己去歸納看看 然後還有一些問題是說 像我剛剛答的形嘛 像這是算一級形跟二級形 你的直線啊 我們如果有練習圖包 裡面有一個直線跟斜率 那一個練習嘛 這個練習就可以讓你的判斷 稍微再準確一點 就是我剛剛說的 你的線啊 你打框的線 偏差是這樣是不是太多 像你裡面的形狀 它偏差會非常多 因為你的大型 局限了它的空間 假設你框出它 結果你的三條形是這樣子 那它是不是整個人 要被壓扁在裡面 它的形就會跑掉 當你的直線 或者是你有練習過直線斜率 這一個練習 或者是形狀的那一個 你會畫一些形狀 你對於斜率的敏感度 對於形狀的敏感度 你會知道這個形狀 它的位置 這個斜率大概在哪邊 然後呢 到後面呢 我會有點像自我調整 當我畫到一個地方 當我這隻小雞 我畫畫畫畫畫 我發現 我的那邊斜率沒有畫對 那你也可以當下做調整啊 還有這個問題是就是 你這樣畫 可是你的準度不夠 那我就建議你用複製的 就是你在圓圖上做一個邊框 直接複製一個 直接拉過來 做練習嘛 再來如果真的是直線 沒辦法畫準的話呢 就直接用工具 像這個鋼筆均 最多了點 接起來 然後這裡呢 第二個視窗 這一個路徑 點下去它會跑出工作路徑 比畫路徑點下去 它就會有線 幫你拉出來 那前期可以先用這個 扶出自己 然後呢 裡面的線段 你可能就可以自己 我還是會希望你是自己畫 但是 自己畫的前提就是 你得先有一些 我們說的手感啊 直線能力 或是曲線的能力 要有一定的程度 我們的C線 C線真的不是這個C 那你真的要畫這種曲啊 你必須把它分段 就是這裡把它分開 這裡畫一條 這邊畫一條 點對點的銜接 你可以把它中間切一段 我們畫曲線 不會畫這種曲線 它看起來會很軟 很沒有力道 基本上我們是 點對點 這樣去做畫的 我今天主要講的 第一個是 疑問 如果你與其他人 做一些 學術研究的時候 請你自己先 先思考 然後整理 然後再去問老師 或同學 你有整理思考的東西 我才可以給你反饋 你不會丟了一堆資料 然後要我幫你整理 才要我給你反饋吧 所以請你自己做到思考整理 再丟給我好嗎 針對這部分 我幫浩文補充一下 就是說 你在提問題的方向啊 每次都以一個 一個 斟酌點重點重點重點 去做提問 會比較好一點是因為 當你的問題 越精準越明確的時候 幫你去回答跟解惑的人 他會有比較 精準的方式去回答你 有時候你的問題太散 可能回答 你會覺得東說到一點 西說到一點 你的問題會沒有辦法聚焦 你會像散同劑一樣散開了 完全不知道你想要問什麼 或是回答到你想要的東西 你可以先把你想要的問題 慢慢的整理出來 然後以精準式的回答 去慢慢的丟出來 會比較好一點 這是我會建議大家這麼做 這部分啊 我就是舉我們抓型的例子 你的線條想要往上提升 那你可能就說我的 CSI 該怎麼有效的歸納提升 然後當你會的時候 然後我再問說 那我的組織怎麼去分類 然後我就會跟你說 你需要做線稿上的層級 一層一層做 不要著急 一次說我的線條怎麼提升 我該怎麼做層級 我該怎麼練 CSI 我該怎麼做組織 OK 這是第一個 大家提問的部分 第二個是抓型 你要練的是手眼別條 然後不要太在意 你在畫抓型的時候 畫的醜 畫的線條沒有做一個整修 不要在意這個 你要在意的是第三點 我們講清線 你要畫基本的線條 你可以把你抓型的那一張圖 透明度降低 然後在上面 試著用 CSI 去把它畫得漂亮 同時思考 我怎麼去歸納 CSI 這是目前大家 要先做到的一點 因為大家往上提升 都有這套系統之後 那我們講透視 是不是比較輕鬆 至少你的直線 不會畫太歪 你知道這個位置的比例 我才可以去講透視嗎 各位有什麼問題嗎 如果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這邊再簡單說一下 接下來會有活動 活動的話 我不能跟你明確透露時間 但是前置圖已經出來的 前置圖出來的 基本上意味著活動就即將展開了 那Discord這邊會開立一個專門的頻道 讓你去丟圖 作業上傳 你們今天看到微博上面那張圖 是其中一個助教畫的 叫Zemo 那個是Zemo助教畫的第一張圖 所以各位可以先看一下 那你們在看每位助教丟的圖的時候 我會建議各位把助教的圖收下來 這個做法其實是K大以前會常常做使用的 K大會去看 比如說很多迷思的圖 這些比較迷思的圖呢 他會看完之後去分析他的圖 說這個地方大概會用什麼樣的技法做使用 這個地方他想要表達的含義是什麼 這些東西當你把它整理出來的時候呢 他也算是你一次性的練習 所謂的有目的的練習 那麼各位除了在平時的一個 繪圖、靈模 甚至是色彩上的一些練習上 我們其實會多多建議你去看其他大佬的圖 那你會發現這張大佬圖在你 可能只有3%的繪畫基礎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說我看到的是這些 但是當你所學習到的知識 越來越高深的當下 你再回來看這張圖 你會有更多不同的想法 那你看到一些圖 你覺得不錯的就把它存下來 然後回來再來看 然後慢慢的去分析它 這也是你繪畫進步的一個方法 我講一下 Lin的這個學法 你要得認知到說 如果真的畫不出來 不是你的問題 就是你還沒學到那個知識點而已 就是如果真的畫的差異很大 也不要說太挫折 原創的問題嗎 其實原創的問題 原創還是請浩偉回答一下 好那個可以放到魔法匯度交流 那我會知道你是你原創 並且你是有跟著我們做練習的 我不知道的 然後我會幫你做解答 或者是我沒有注意到啊 你可以私訊我沒關係 就是你要真的有在練習 你也可以私訊我 私訊我我就可以講說去公平回答 對那先私訊立討 靠腰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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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